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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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做了三天的《衰仔不易做》系列 不如今天容許我做一點總結 我們探討為什麼會有衰仔子 發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很多老人家要申請福利 特別是縱援的時候 其實是需要以家庭為一個單位 如果他的子女的資產過了某一個限額的時候 他就申請不到 所以就要跟子女說 不如你做衰仔 你說你不供養我 所以才有衰仔子的出現 某程度上這個制度 可能對政府來說是必須要有的 但是也都一如很多不同的制度 你做一件事的時候 往往會有一些反效果出現 如果政府今天大張旗鼓 說家是香港的時候 他們做了多少事去維繫家庭呢 家庭是一個阻撓 是一個枷鎖 還是一個大家想回去的地方 一方面我們其實要協助老人家 和他的子女多些時間在一起 就算他申請福利也好 我們有沒有可能提供多些選擇給他呢 除了以家庭為單位去申請福利之外 可不可以以個人為單位呢 我們可不可以令到他一想起他的子女的時候 不是要想他怎樣不供養我 我才可以拿到那個福利呢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子女 他願意去填那張臭小子子的時候 其實他心裏面 都是想有人供養他的爸爸媽媽 只不過他是沒有能力這樣做 他希望政府透過公帑 去繼續供養他的爸爸媽媽 既然他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何苦要令到他那麼難過呢 一方面我們要提供多些選擇給老人家之外 其實還有一點就是 亦都要提供更多空間給老人家 在香港錢的確可以解決到很多問題 但對老人家來說 除了錢以外 他需要很多的空間 他的居住環境怎樣才可以改善 怎樣才可以多些空間呢 這個亦都是一個維繫家庭很重要的問題 除了老人家之外 子女我們怎樣令到他的孝心 可以更加得到彰顯呢 不是說要給錢他刺激到他有孝心 而是說如果子女有孝順的心的時候 政府怎樣協助他的孝心 能夠更加順利地給老人家呢 譬如說是否可以更加協助到子女 和他的爸爸媽媽同住呢 如果子女和爸爸媽媽同住的時候 不用他搬到老遠這樣的地方 還有就是我們要轉一個制度的時候 不需要一定由整個家庭為本 轉去一定要由個人的制度去決定 這些種種種種呢 都是一些維繫家庭為本的政策 維繫家庭為本的概念 當政府這麼大力講家事香港的時候 其實也是最適當的時間 去和整個社會諮詢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講的人口政策 講這個高齡化社會 全部都是和家有關的